台南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這一間知名小吃 是突然無語的畫上休止符 今天可以看到 這個鐵門都已經拉下來 沒有營業了 而他實際只營業到這個八月十八號 也就是昨天 有一些民眾想要來品嘗美食 沒想到卻撲空 而這家有名的小吃店 主要是以這個主打鮮魚料理 過去這個立委林峻縣 也曾經來到這裡 和這個老闆一起拍攝美食影片 而之所以為什麼會突然說關店就關店 來聽一下這個老闆的說法 老闆說他已經經營了二十五年 突然覺得有點累 想要沉澱休息一下 而被記者問到未來有沒有機會會付出 他是說還沒有想法 而這間店之所以會有名 主要是因為他店裡的魚 是每天凌晨三點到這個漁港來採買 而從港口到他的店裡 又只需要這個半小時 這個客人可以喝到這個最新鮮 美味的魚湯 因此他這個店裡常常都是高朋滿座 而現在習登了相信 讓不少這個在地民眾 還有老饕覺得非常可惜